運輸署在7月31日公佈的士車隊牌照申請結果 有5間公司獲批牌照 提供共3,500輛的士 運輸署處助引力重音表示 符合申請資格的有12個 評分最高的5間獲法牌 分別有星群、新科發展為混合車隊 泰和、CMG Fleet和Big Boss Taxi 就是市區車隊 有時間請幫忙看完廣告去 多謝大家支持 而老師常出現的周國強的《順安車刊》 這次就落選了 他說 都沒辦法 可能寫得投標書不夠好 不夠詳細 我自問自己做得最好 落選有很多原因 都會了解一下運輸署的評分 他說去管理車隊已經有30多年 還為投標車隊前期投入了800萬 包括開發程式 加裝電子麥錶等等 投入這麼多但得過吉 他自己都知道是自己的問題 說得這麼囂張 他說 我不說話都會有人說話 政府做得好 沒人說到政府 相信政府是公平公正的 言下之意 即是暗指政府不發牌給他 即是做得不好 好啦 我們就來講一下這5隊的的士戰隊 一開波就有的士大王鄭克 和他的太子女鄭敏兒 旗下的星群車行 星群的士是鄭克和營運的中城車行旗下 星群車隊是以混合車隊來踩場 還要加入了Uber XL的戰場 推動純電動豪華六座的士 正面挑機Uber 除了有豪華的士 星群是有的士app Syncap 好像Uber 2.0 車隊提供的網約服務 李仲恩說 儲方在網約平台 安排上次是開放態度 車隊牌照 持牌人可以自行選擇 使用哪一種網約平台 和發展令所有的士車隊 共同使用平台 就好像Uber同時都可以有Uber taxi的存在 看來星群的士在未來都有機會上位 和Uber鬥爭香港網約車的王偉 以前搭的士如果不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你投訴也沒有人會理你 甚至有沒有人跟 你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就會給你一個follow up 這個真的是他們的加分位 他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投訴途徑給你 包括電郵、熱線等等 都會有專責的同事去跟進 如果發現司機服務下有問題 就會再進行培訓 情況嚴重的話 就會解除這個合作關係 和Uber一樣 可以用手機app對司機作出評分 來保障服務質素 他相信車隊制可以令乘客 重新認識的士可以提供什麼服務 也補充以往的士難有這個投訴的機制 他就說 你知道找誰 背後有管理團隊 希望乘客會重新選擇回去搭的士 他們車隊是採用國產上氣大通的 Message Mirror 7 電動車 配備WiFi、USB充電 和各種電子支付方式 由設有偵測車速、車距等的裝置 監察司機的駕駛表現 整體積資高達3億 車隊有大約500輛的士 包括有450輛市區的士 40輛新的士 和10輛大嶼山的士 最快會在今年的9月 就可以坐這輛 純電動豪華6座的士 既然推出XL Size 這輛豪華的士 預計後會比麥錶收費高10-25% 鄭敏儀就說 根據過往的反應 乘客覺得貴25%是屬於可接受水平 只要你的車和司機服務夠好 乘客是願意換舒適和寬闊的旅程 他說得沒錯 的士本來就是買服務的 服務不好 無論車費貴還是便宜都好 市民都不會接受的 他們在年底之前 就會有超過120輛全新的的士 去投入服務的 現在說說另一個混合模式的經營車隊 就是新科發展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在七億的時候 有整隊的士插著過旗 周圍巡遊 就是他們來的了 在2022年回歸25週年 去動員超過100輛的士 砌出25 來賀這個回歸25週年 真是超級愛國 將這個愛國情懷 放在自己的事業裡 真是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做到的 新科同時是今次車隊裡 投資最多的的士 新入手是有1000輛的士 全部都是電動車 包括100輛豪華的士 和100輪椅的士 市區新界都有 而車費方面 它是會視乎市場需求去定價 暫時沒有決定 也會開放和不同的網友平台去合作 另一位就是的士大王的兒子 吳海山旗下的泰和 泰和車行旗下的 它有經營這個無障礙的士的鑽的 泰和表示 一直都是紮根在香港 緊貼的士行業的發展 公司說意識到 社會對的士服務的要求有所改變 它們將會與時並進 積極地配合政府 去提供專業 可靠和安全的車隊服務 讓市民和旅客 更加有信心去搭輪的士 來帶動香港的經濟 到CMG Frittler 好像沒怎麼聽過這個名字 但它是由城市車行 和前身GoGoFan的GoGoX合作的 雖然不多人知道 但它是擁有最多的士的車隊之一 最後就是Big Box Taxi 它是由恆安車行 新生汽車 非專營巴士 City Bus等合作營運 恆安車行董事總經理張餅乾 接受香港另一訪問時 公司已經有三年網約的士的經驗 目前有150部運輪的士 計劃會先徵購 30架豪華6人坐的的士 和30架可供輪椅使用的的士 然後就會再陸續加購 預料一年之內 可以有300架的士 它還說 期望年底至到明年年初 頭一200架的車隊的士可以開始營運 而網約平台就會選擇 和坊間多個知名的平台合作 包括內地的平台 它強調是持開放態度 合規格和合適的平台都可以合作 它還計劃會推行科學管理 將日常的營運 數據化 系統化和信息化 有別於傳統 要做到隔身化的管理 大家都齊齊追緊上Uber 他們還吃了內地的水 不知道省錢省到最盡的內地客 會不會瘦這套呢 他們連街都可以睡的 說不定未來會發展到暴行來香港 至於收費方面 他們的一般車隊的士收費 會和普通的士相同 預約豪華和輪椅的士 會收取服務費和預約費 付多少錢還是未知的 當然的士司機是會擔心收入的問題 就這件事 升群的士的鄭敏儀就有回應了 他說車隊有要求 以僱主僱員制去聘請司機的限額 公司就會去配合 但現時其公司較多的都是租車司機 並有計劃確保他們的收入 租不租車也好 他說決定權在司機上 看看他們想不想進入合約制度 認為聘請模式和司機管理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即使在僱主僱員制下 在實際情況下 都很難百分百地掌握司機怎樣去營業 但當有一個制度 設有評分 紀錄和接單要求時 其實不用分他是什麼司機 之前的士亂象 搞到全香港 甚至世界其他地方都知道 的士的形象可以說是跌到落谷底 但低處未算低 有部分多口的車主和的士司機 還公開去鞋落市民 直接影響其他同行的好司機 都被人歧視 今次政府去搞這個車隊 是想提升服務質素 又有新車 又有電子支付 又有賣CCTV 有公司去管理 硬件上看起來是改善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服務態度會否改善呢? 那些大哥是不是一進了車隊 就性格都可以180度轉變呢? 這些就是要實際運作一段時間才知道 希望未來的士司機可以重新再化光發亮 不要再重蹈覆辭犯相同的錯誤了 要努力與時俱進 好了這條片就差不多時間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睇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地產消息 而這些消息就不方便在公開YouTube頻道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們Lion哥的Patreon 會員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